自古以种茶闻名的三峡 在老街上 你可以看到许多卖茶叶的茶行 但是说到这家普之春 它非常的特别 它店里只卖一种茶 那就是中国四大名茶之一的普尔茶 我们家是因为三代种茶 基本上我对茶的理解 或者是这个领域里面 我基本上会比别人多很多 因为这个是我们家学家业的关系 所以茶对我来讲 它又是一个生活 又是一个专业 假如说你这样闻一下味道 它会有一个新鲜的普尔茶的香味 这个茶已经放了大概四年左右 它的茶经过后发酵以后 你就会明显看到它的颜色比较黑 比较红 这个叫做后发酵 这两个茶比较起来颜色的色泽 基本上会有很大的差异 这两个茶比较起来颜色的色泽 基本上会有很大的差异 是从香港来 香港人就告诉你说 这个普尔茶他们经过四张常放以后 那个发酵是正常的 但是现在很多人不以为然 已经说认为发酵是坏的 要干净 茶既然是一个食物 它就要干净 要讲究它的卫生 不能发酵 因为发酵是黄极毒素 它是一个毒素 它并不是一个营养成分 所以这个观念已经被推翻了 当初我们在喝普尔茶没有感动 我们是不接受 普尔茶它有一个特性 它是一个可以久长 它需要久长 而且是可以长很久以后 它的茶质转换以后 它会变成是一个非常棒的茶 它这个特性是台湾茶没有的 86年首度接触普尔茶之后 陈老板从陌生到熟悉 甚至在2009年远渡重洋到产地云南 实地了解普尔茶的生长环境 及制作过程 为的就是将它最爱的普尔茶 进一步介绍给台湾的朋友 让大家一起跟它一样爱上普尔茶 欢迎喜欢普尔茶的茶友 来三峡老街喝茶品茶选茶